有關美國是否引渡在加拿大被逮捕的 中國企業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 最近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 美國司法部在本週一 終於對華為提出23項刑事訴訟 加拿大司法部也在當天晚間證實 美方已經正式提出了引渡孟晚舟的請求 而美方這個引渡請求再度為華為的未來 投下了一個深水炸彈 美東時間1月28號下午4點30分 美國司法部代理部長惠特克 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尼爾森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 以及聯邦調查局局長瑞一等人 在美國司法部舉行聯合新聞發布會 宣布1月30號之前 會向加拿大正式提出引渡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的要求 司法部代理部長惠特克表示 根據華盛頓州西區聯邦法院的起訴書 華為機器子公司、華為設備美國公司 被指控10項罪名 包括涉嫌竊取美國電信商T-Mobile的商業機密 企圖盜竊商業機密、七項電信詐騙 以及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等 而根據紐約布魯克林聯邦法院的起訴書 華為和香港天通公司被控涉嫌串謀、 銀行詐欺、電信詐欺和詐騙等罪行 違反及合謀違反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和合謀洗錢 華為及華為設備美國公司 則被控串謀妨礙紐約東區大陪審團的司法調查 孟晚舟被指控涉嫌銀行詐欺、電信詐欺 以及合謀進行銀行和電信詐欺 美國檢方曾指控華為利用香港空殼公司天通 在伊朗銷售相關設備 孟晚舟多次隱瞞與伊朗的商業關係 起訴書指控華為 試圖將了解伊朗業務的證人轉移到中國 以避開美國執法人員的調查 並試圖銷毀相關證據 司法部代理部長惠特克還表示 這些指控可追溯到十多年前 他說華為和他的高級管理人員 一再拒絕尊重美國法律 正如我去年8月訪華時說的那樣 中共必須負起中國公民和中國公司 在遵守法律方面的責任 市場將迅速的萎縮 那也宣告了華為在全球擴張的失敗 其實這也是中共政權的失敗 旅居加拿大的華裔作家盛雪表示 美國引渡孟晚舟可提出23項指控意義重大 對孟晚舟的引渡 對孟晚舟接下來的審訊 包括對華為整個揭助中共 這麼多年對人權的迫害 這些作惡都會有機會大白於天下 中共的所謂它的幾大鏈條之中呢 只要從某一個重要的點斷開 會對中共整個的執政產生非常致命的打擊 這就是意義所在 而時事評論員夏小強也認為 孟晚舟被美國正式引渡 對中共來說是大禍臨頭 孟晚舟作為華為的核心人物 她掌握著華為的核心機密 包括中共最為隱秘的間諜機密 引渡孟晚舟是美國遏制 華為間諜行為的一個主要內容 也是美國從整體上遏制中共滲透美國 和利用高科技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一部分 去年12月1號 加拿大執法人員應美國要求 在溫哥華機場逮捕了孟晚舟 她目前獲准保釋在加拿大的家中 美國必須在1月30號之前提出引渡 否則孟晚舟將被釋放 美國司法部的公告標誌著 美國對孟晚舟引渡程序已經啟動 未來中共、美國和加拿大三方 將會在引渡孟晚舟事件上相互展開互動 這是兩國之間司法系統的一個合作關係 不管中共它如何的去用一種 非常極端的瘋狂的做法去反應 應該說對這樣的一個司法程序 不會產生什麼影響 盛雪表示 中共現在明顯處於劣勢 包括美國對它的貿易懲罰 已經讓中國的經濟受到重瘡 現在中共不管採取什麼行動進行反擊 其實只會讓它自己受傷